每次在奧運,除了留意運動員的表現 大家都會討論體育發展的不同方向 或是運動員的待遇等等 我見你也有關注過一些 不同級別的運動員的待遇、薪酬等情況 現在譬如體院就有精英運動員培訓計劃 有不同級別的體育學部都有一些不同的資助 你自己又覺得無論在不同級別的體育運動資助的金額 你自己怎麼看,譬如A級當然是高一點 也有增加,以二四、二五年度比前一個年度 但有些比較,其實B級仍然是維持在同一個金額 會不會都覺得應該可以多些投放資源 不只是A級這一類的運動 另外就是運動員的待遇的情況 你自己的想法又如何 我覺得整體呢 其實特區政府過去在精英運動項目的資助 資源是越來越多的 也不只是在說錢 因為運動員的表現不只是跟他們的人工掛勾 還有很多相關的配套 當然我們當然希望持續增盤多些資源 讓他們都是在一個比較無後顧之憂的環境 這個可以做的 第二就是之前這幾年 我們都在他的學業方面做了很多功夫 不論他在入精英運動之前 可能在中學的時候已經做一些功夫 幫他們在中學那裏做一些配合 以至到他們現在這幾年都很多運動員都可以去讀大學 都是給了很多支持他的獎學金 這個都是對他們是有幫助的 但是當然我們這次大家都可能會有一點點說 可能獎金也很多 可能兩三個運動員這樣 但是我覺得大家都不要只在那幾個運動員那裏 因為其實呢 其實這次整體不只是那兩三個運動員 其實我們幾十人 已經到這次未必去得到 但是其實我們整個精英運動員的人數是很多的 其實他們都很努力的 除了他們運動員以外 我們也都有背後的團隊 包括了教練、物理治療、醫生等等 所以整體的配合 我覺得日後都希望在各方面都增加 其實我們這幾年在體院那裏 盡量都希望做多些運動醫學和科學的工作 因為譬如大家都明白 運動員的生涯 運動生涯都比較短一點 一受傷就很麻煩的 大家都有聽到江文偉的故事 如果我們能夠盡量在他受傷的機會減低 又或者是去康復的過程可以加快 或者是更加完善的話 這個都對於那個運動員是有幫助的 所以整體我們在精英運動方面 其實都我覺得 不是說人風當然我們都希望 可以慢慢幫他們增加 但是整體的幾方面的配合都要有